中风后遗症处理案例 吕先生54岁 29年前因剧烈头痛 日夜折腾近半年 经心医检测后 发现脑内有疑血管流 当时医生说要马上动手术 否则血管流爆裂 随时有生命危险 吕先生认为加拿大医术先进 主治医生对手术又十分有把握 于是同意做手术 不料却在手术台上开脑后 当场中风 但却未能切除肿瘤 苏醒后发现右侧的脸 手与脚都失去正常活动能力 不能说话 嗅觉味觉受损 当时他年仅25岁 经过漫长的复健 终于能站起来拐着走路 说话能力恢复七成 但右手臂始终弯曲 右手紧握 2018年8月9日 经朋友介绍来到原始点中心 与志工详谈后 了解原始点五宝 开始认真操作 在原始点调理过程中 吕先生体力明显上升 头痛次数大幅减少 开始放下对药物的依赖 把医生建议服用的高血压药 及维他命全部停掉 中风后很多做不到的动作 已可逐一做到 讲话流畅度 已日渐清晰 前后五个月的努力改革生活 他也学会自行按推 与温服解症 不再依赖止痛药 前后比对 最初来中心时 右手握拳 手指如铁钩 原始点调理五个月后 右手掌放松 可轻易合掌 起初右上臂僵硬 调理后右上臂 不再有僵硬感 起初右手肘弯曲 约四十度不能施力 调理后右手肘可伸直 皱看与常人无异 且可做连续打拳动作 起初右脚板僵硬 不能弯曲 右脚脚趾不能灵活活动 调理后右脚脚板恢复弹性 右脚脚趾可微弯 起初右脚掌外翻 致经常摔倒 调理后摔倒情况减少很多 起初不能下蹲 下蹲至六十度 人会往后翻倒 调理后能自如做下蹲动作 蹲下时间可达一分钟 起初走路时右脚是拖着的 不能跑跳 调理后可做碎步跑 心得分享 吕先生起初是因头痛问题 来中心寻求协助 接受按推时 头部原始点特别疼痛 经过密集处理 与加强内外热源后 头痛问题大致解决 之后的调理过程中 发现他身体各处体伤不少 特别是身体整个右侧 包括脸及手脚 吕先生很想如正常人一般走路 于是志工们加强处理他的 臀部 怀部及足背部 每次按推上述部位时 他皆如形形般疼痛 而每回处理后都会有些危改善 因此吕先生信心大增 按推时再痛也坚持不放弃 让志工印象最深刻的是 吕先生体伤处处 而且是经年累月的 除离时不能急进 或一次按推太多部位 有时按完脚 他的手又绷紧了 或按推头部后 脚又变僵硬了 因吕先生受过严重伤害 心里容易紧张 有时表达上 亦无法如常人般顺利沟通 多亏志工的耐心和敏锐观察 日积夜累的交流 渐渐产生默契 吕先生也因症状改善 而更有信心 加倍努力配合 看到吕先生每天坚持 以跨两节的方式 爬楼梯达一个小时 更令人佩服 其坚强的意志力与毅力 将近半年的努力 吕先生已能碎步跑 这令他喜出望外 虽然距离像常人般奔跑 还有一段路 但对中风长达29年的他来说 已是一大鼓舞 吕先生愿意分享他的案例 希望帮助更多中风患者 找回健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